大家好,我是崔医生 今天针对女性朋友的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 就是月经总是滴滴答答,淋漓不济 拖拉十多千,身上还不干净,应该怎么办? 分享两个简单的小方法 也是在临床上反馈效果非常好的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也是有很多的 大致有三种 第一呢,充韧不顾 第二,脾肾气虚,固涉不住 第三,淤血组织 所以说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也都是要对症调理 效果才会比较好 像是如果是脾肾气虚,固涉不住的 那我们就可以用独身汤试一试 可以用适量的人参或者是党参大伎量用 煎煮半个小时 放温服用就可以了 补气固涉作用非常强 竟然就能够改善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我们还可以 艾灸引白血 它是位于我们足大指的内侧 距指甲角零点一寸的地方 是属于足太阴脾经的起始血 也是颈血 在中医的理论来讲 其同血又主少父 所以通过艾灸就能够帮助温阳行器 止血 再有就是呢 我们还可以用艾叶煮鸡蛋 这个方法也不错 具体呢 我们可以用炒艾叶适量 去再煮鸡蛋两枚 煮熟后 剥壳吃蛋喝汤就可以了 其中艾叶大家比较熟悉 而我们所熟知的功效 就是它可以温阳散寒通落 但是实际上 它还具有一个直血的强大功效的 那鸡蛋呢 是椭圆形的 也是具有收敛收色之势 因此说 两者搭配都具有很强的 收敛收色的作用 这样就可以帮助把气血 先收到子宫里面 不至于再漏 那后续我们就可以再慢慢的 补皮一剩了 直到解决崩漏这个问题 那以上三个方法 都是我在临床上比较常用的 推荐给大家所使用的方法 生活中有这种问题的朋友 大家就可以试一试 当然像是对于充日不顾 或者是浴血组织所造成的这个问题 解决问题的关键 还是要调理充日 挂浴血才可以 每个人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 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 今天就先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是私信工作 共同学习交流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